其實我剛剛有說了 我覺得很開心 但是又很緊張 因為畢竟舞蹈不是我的強項 但是我相信 我跟劇中的這個角色一樣 就是很有熱血 很有抱負 我會把他演好 會讓大家發現說 哇! 趁此機會 展現一下就是 我從以後開始 從現在開始 以後 黃昌春是會跳舞的這樣子 對 最後要不要講一下 這次跟鬼哥最喜歡很期待 有啊!非常期待 也非常緊張 其實 因為他其實在我心中是 那種青春的偶像 對!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看到他就有點小鹿亂撞 青春的偶像怎麼說 青春的偶像怎麼說 你這題問得好像有點 好像現在已經不青春了 還是很青春啊 青春哪裡哪裡怎麼說 哈哈哈哈 就一個偶像吧 對 高中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 我常常看 對 就覺得哇! 這是 不但只可以進去 還是可以對戲 玩了 玩了那種偶像 對 我跟那個 身為前輩 奈志五公人一起 演戲會不會有點壓力 其實壓力不大 但是解決不了 因為問題是出在於 我自己要把它跳好 所以說其實 在戲上面我們可以互相討教 但在跳舞的部分 說不定 他們會幫助我更多一點 所以 這是互相幫忙 互相切磋的一個好機會 對!其實不要看他們就是 年紀輕輕 然後又是比較新的演員 但他們都很有經驗 而且在舞蹈上面都表現得很好 包括剛剛紀元的Solo啊 還有玉兔 其實玉兔在 以前就已經展現過很多舞蹈的基礎 然後還有這一次我們的女主角 顏欣 我相信她 不是說說的 應該也有很深厚的舞蹈基地 對對對 那玉兔要不要講一下 因為以前在那個 我愛說 那類的舞蹈基礎 我覺得這一次的舞蹈 其實跟以前比較不一樣 因為其實很多是還蠻 蠻俐落 然後是比較帥氣的 跟之前的舞蹈是不太一樣 所以 現在還在密集的訓練當中 然後希望就是能夠呈現 很好的狀況給大家看 所以鬼根現在一天練幾個小時的舞蹈 還受得了嗎 應該是說一個禮拜至少三天 然後一次大概四個小時 對其實受得了啦 我其實還沒那麼老啦 還是可以的 還是可以的 對對對對對 但趁現在還可以 不然以後就沒機會 所以現在身材有練出一些 不一樣的什麼體態啊 或是什麼 不一樣的體態 對啊 我左手好像比右手壯一點 為什麼是左手 不一樣的體態啊 對啊 所以說 盡全力啊 因為畢竟就是 呃 小鮮肉們都還蠻壯的 所以也不可以 不可以 不甘失落一下 對對對 欸鬼哥最近知道那個金鐘獎啊 是 好像就是有那個名單出 然後余百也有入圍 對啊 我也很興奮 而且 錢凱樂很厲害 一次雙料入圍 對 我真的很看好他們 然後 當然余百也是我的家嘛 所以如果 這次余百也得獎了 我真的 會 覺得非常榮幸 而且也會替他們非常感動 因為畢竟等了 快到二十年 終於就是 第二次入圍 而且有第二次的機會可以得獎 這樣子 那會不會替威廉 覺得很可惜 威廉啊 我覺得威廉是人才啊 他不需要太難過 因為畢竟 呃 這是一個規則嘛 遊戲規則是這樣 但 人才去哪裡都不會被埋沒的 所以 這個 小老弟就 呃 放輕鬆 我相信他也是一個很 很熱血的人 所以說他當然才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感覺這樣 但是 我相信 呃 有機會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合作 我們還可以 再 創造新的高峰 對 想要跟威廉合作 什麼方面 音樂之類的 有機會嗎 音樂的部分 呃 我覺得演戲可以 演戲可以 演戲 呃 我覺得我跟威廉應該在 演戲上面 可以有新的火花 那 我也蠻期待可以再跟他 主持的 對 對 因為我看著他就是 主持上面有很大的進步啊 然後 我跟他其實默契也蠻好 所以 就是 主持一些新的節目 可以來想一下 對 那威廉有跟你說 他很沮喪的心情 有跟你分享嗎 他 他一向跟我報喜不報憂啦 對 好 OK 謝謝 謝謝 謝謝